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来到Superstore的Garden,看到一片非常美的小厨局 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花的花型独特,花色鲜艳华丽,装饰性也很强 一开始还没有想到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品种 只是刚才我拿了几盆放在推车上 身边经过好几个陌生人都在询问我这个花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一看这么多人都对这个花感兴趣 想着我们有些花有可能也会喜欢这个品种 所以就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这个品种的英文名叫Gazania Hybrid New Day 中文名是勋章菊 这个品种的高度虽然不高,但是它的花型还是挺大的 这个植株的高度会在20到25厘米左右的样子 但是它的花型比栏木菊的花型要大很多 虽然它的花开得很美,但是它却并不娇气 这是一个非常耐热,耐旱又耐贫瘠的品种 而且这边的这个价位也很划算 一组里面是有6棵苗,各种不同花色组合 才要299 如果春季所有的花苗都是这个价位的话 我感觉都不需要自己在家里育苗了 这个品种还是非常适合新手尝试的 主要是它既耐旱又耐贫瘠 而且也比较低维护 这个勋章菊的生花期还没有到 这一次上架的这些花虽然看起来好像好多花 但是你实际上把它拿出来观察的话 那有好些还没有开花 像开花比较旺盛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橘色和红白相间的这个花色 其实它还有别的花色 它有纯黄色的,也有橘红色的,还有大红色的花 还有它的这些花形也是略有不同的 有些花瓣偏尖锐一点 有些花瓣就比较偏圆润一些 这个勋章菊如果递栽的话是非常适合和景天还有石竹一起搭配栽种的 因为它们的生长习性都非常的相似 都有耐旱耐晒这样的一个特性 这个品种非常的喜阳 所以一定要种在全日照的环境 每天最好保证能有6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 如果日照时间低于4小时,就会造成它开花稀少或者不开花 勋章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用作切花的品种 它对栽种的环境或者泥土的酸碱性没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只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能让它积水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耐贫瘠的品种 所以日常养护也不需要大量频繁的给它施肥 频繁大量的施肥反而会造成它生长状态不佳,开花量不好 勋章菊是一年生的草本花卉 但是它的开花量很大,花期也很长 它的花期会从夏季一直持续到秋季 可能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炎热的夏季在其他花卉都在休眠的时候 它却用尽毕生的力气在努力的开花 这也是所有一年生花卉的一个特质 虽然生命短暂,但是却在努力的绽放 这个品种是可以通过千叉繁殖的 由于它是一个杂交的品种 所以它的种子有可能不会发芽 不过如果有感兴趣的花友也可以尝试 在花期过后看能不能收集到它的种子 看一下来年能不能用种子繁殖 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请帮忙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